小的那时候才有意思 封城的那两个多月 八十多天 我花一百多年 就吃家里的 家里的 一个是用的少 吃的少 挺挺顺 但是你看我身上穿多少年了 你看看我 看不出来 猜猜 你猜的穿多少年了 20年 20年了 对 25年 真是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大乙一件衣服穿25年 本以为大爷勤俭之家 是为了传钱娶媳妇 没想到一说起以后的经济规划 大妈就彻底坐不住了 直呼大爷太口门 跟着人家过不得收成闪电啊 王叔凯王叔 见过 家里边 这是新换的 隔到一年的 零水器也换了 这个是新买的 这个东西 这是 这块花机吗 你看看这整套 15块钱买个布头 这买的风机 就这风机自己做的 就是 那个 你15块钱 可能扯一米布或者啥的 然后你 布头 一块布头 处理布头 15块钱还不是说那个 那啥的是 就是处理的一个布头 对 你给买回来了 完了 那是做一对呗 对啊 做了一对 如果说像这样 是那个整套 你说宰 像你说的宰什么 那个处理的啥 不是还得好几时的吗 对 这做的手工 还真挺精细的呢 这个是自己做的 对 我知道 上次在节目的时候 我也看见了 就是整个的这个棍儿啊 还有什么家里的好多棍 这都在 哎呦 这个是凳子 对 凳子是自己做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自己装 是什么的 对 这是我自己干的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这不到一年的光景不见 大爷家里 可谓是焕然一新 柜子换了新的凳子 也变了模样 一老姐才知道 大爷这木匠手艺 可不是盖的啊 目光所至 全是人家一手搞定的 属实是令人佩服啊 观念 就是理念 消费理念和观念 就是这个观念 人品 我要的是啥 是健康平等 固定固案 反对满满回忆 就是反对 那个月月要钱 那种要钱 我觉得是雇佣关系 有的人还提啥呢 我得当家 这个年龄断了 这除了消费 就是花销了 谁当谁家 一商量有点想法 该买就买 该想吃就吃呗 还当什么家 还展家业呀 不存在了 大爷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 我把握指账 直言要找生活观念 相符合的 你对我真心实意 我对你此心塌地 就是反对 全是利益买卖的婚姻 直言最凡婚姻中 伸手要这要那的 嘴上话说的是 崇高的大道理 就是不知道大爷 实际上是不是抠门啊 消费理念 他不谈钱 就这个就可以了 我有点感觉 他这人素质挺好 人有点气质 有气质 那有一点 就是上次他那个节目 你是不是看你了 我给他介绍 吉林那个王鼠 王鼠也觉得 各个方面都挺好的 但是就是觉得高爷 他眼睛 有一只眼睛 不受过外伤 你听我说 我的观念啊 就是说这个外伤 那是受伤害 不是天生 一出生就那样 不是娘子我带来的 假如说年轻 二十多岁 找到像成家 如果是创伤 我不介意 就现在这个年子 比如说创伤 就一直失明了 不是咒识啊 这比方 一直眼睛失明了 我也不介意 他跟人的本质是两码事儿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利子 你想不到啊 时隔多日 没想到大爷是隔着屏幕 对一位大妈一见钟情 这才决心决意 再次抛头路面 不过别人相信 都是看演员看性格 但是咱大爷倒好 直获人家不乱花钱 自个就冲着人家 会过日子才来的 难不成真是个王八皮啊 那咱们就骑着看唱本 走着瞧吧 体质了 你得走一趟也行 真累 我还说你 我也累 好几年都没上这么狗了 真累 这样 哪个 这个 咱先 咱先那个 把气都传匀了 累了 累了是不是 太狗了 气传匀了 这样一下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一听说 有人嘛 对四个一见钟情 大妈沉寂了多年的心灵 也是终于被再次唤醒了 虽然说 大爷家的楼层很高 爬楼很累出汗 很难受 但是一想到 以后能和一种人 无忧无路地走完后半生 这些完全都能抛之脑后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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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换鞋 不用换鞋 就这么鞋 就这么鞋 进这屋 哪个都 不能这样 先进这屋也行 还用介绍吗 不用介绍 高空飞 我叫王树坎 我给过一件 我说真话 一进屋的时候 它比电视里要好看一点 比电视里要好看一点 精神面貌吧 咱比如说外伤什么样 咱不看到事 反正我忽略它 见着本人完全没失望 反正我还觉得 还比电视上感觉还有好 比以前看那个感觉都挺好 照片不咋想 照片行 照片挺好的 那我明白了 那就是照片上领听丑着 本人吧 没有照片精神 那但是 就是丑着呢 丑着挺虽然 虽然本人没有照片精神 但是也能顺得过去 对对对 真是端午节吃粽的 皆大欢喜啊 都说相亲也原在一半 大爷先前就是对大妈暗生情愚 如今现下真人面对面 大爷心里头是更喜欢了 直呼人家不是开了美人的照片 大妈那头也是有惊无险 这一开局就其害得胜 还真是未来可期啊 好干活 就是动手能力强一点 这是柜子上都自己做的 看看 这都说自己做的 自己整个 自己整个那个那个那个布头 然后你看看 人家这自己做的 跟买的时候没啥区别 像什么这床单啊 被药啊 或者下床单啥的 熟啥动手能力都老强了 动手能力真强 确实是经常气酸 那这个整套什么的 它都自己做 太细了 舍不得花钱呢 你说要说你做 当玩儿行啊 它就是拿它当日子了 那有点过分了 其实太亏算了也不好 但是就怕以后 生活当中这个就不 看不出来不好说 我没问问他 他那个天天买菜花多钱 问他吧 那一会儿那就 你去买菜 因为该有啥就得 该吃啥吃啥 到季节了 该穿上穿上 他是不是也是那么酸呢 那就这么的 那就一会儿啥的 这些问题 我就多帮你问问 行行行行 真是和尚接了孤子 属实不妙啊 虽然说钱到 大妈对大爷的第一印象不错 但是在人家家里转眼了半圈 人家不仅连柜子凳子 都是亲手做的 就连窗帘枕头 都是一手搞定的 比起大爷的心灵手巧 大妈更在意 人家过日的是否抠门啊 不过一码归一码 说不定大爷先前抠嗖 就是攒着钱等大妈 这老婆一许到手 指定就不心疼钱了 咋说的 就你过日啥也这么算的呀 那么说我不铺张 我不雷裤腰带 就这个观念 你一般生活一个月 你能消费多少钱 最少的那时候才有一次 封城的那两个多月 八十多天 我花一百多钱 就吃家里的 家里的 一个月是用的少 吃的少 挺挺适 但是多的时候 一千将近两千个钱也花 但是不封城 最少的一次 我有个记录是不到六百块钱 那咋过的 那就不吃了 不吃了就得 饿着吧 他都买菜的 都舍不得花钱的 是不是一月六百块钱 够干啥的 是不 你就我这一月 还得一千两千 你想吃就买呗 是不是 你看我这身上 穿多少年了 你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猜的 你猜的穿多少年了 这样式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这样式的 二十年 二十年了 对 是不是二十五 你太省了 看那个几样了 还有看那个样式 十年的 二十五年 就是我那表弟 给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肯定好多年 都不买衣服 不买穿的 时间长了 那些衣服也都 都糟了 掉毛 那衣服 旧衣服 都掉满屋都是毛 真是刘姥姥进大花园 搭开眼界啊 说起大爷的生活习惯 大爷一个月生活费 连六百都不到 听得咱们也是直呼离谱 毕竟这么大的年龄了 而你早就成家立业了 干嘛还要这么结局 可怜自己啊 大妈一听就坐不住了 衣服二十多年不安 买菜舍不得吃肉 属实是离谱和妈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啊 观念就是消费点 很多都是那种 有的是看房子 这房子太破了 看不行 有的是你给我钱一个月 像开支似的 这我不接受这事 我不知道你是啥关系 你还不接受 你这不拿钱 看你自己 愿意拿呢 你就随时便便花的 这就是说 就是说那么说吧 有活抢着干 有吃的让着吃 花钱争着花 他说你太厉害 没听说女的 要是跟她在一起 就生活上方面 你愿意拿就拿 不愿意拿就不拿 那不还指着人家 女的花钱吗 是不 那咱们在对于 比如说两个人 到后到一起的 这个花钱那方面 咱们这方面 你希望是产了事的 我希望他就产了 就全包了呗 是不 再说我在这 我不能说啥会儿不干吧 是不 咱们该干的活上干了 那不就多一个人 多一个帮手 那咱也不 他那么酸 你就受不了 大爷在一头 神情激昂地讲述着 未来的规划 直言自个最介意 靠生活 最维系的夫妻关系 听得大爷是 开了闸的水库 指都止不住 大妈当起就不乐意了 直言大爷 虽然你的太厉害 大妈也是表示 驾汉驾汉 穿衣吃饭 自个不要钱 但是也不能拿钱 就看大爷那头 咋想的了 这个处处几天 俩人出去溜上街了 我那上校在那等着 我给投票 你这一块钱都没有吗 那时候车票一块钱 完了这种一看 你这也太有点 咋说 没法说 你就给投呗 我给投了 我投了 给钱包了 是 我不计较那个钱数 但是这个事 不差钱别差事 整个感觉好像 就不常了 是吧 你看什么 我心里一直 他跟你上车的 他一家人 就是像 他就是一直 也没投票 他有点来气了 是吧 你投个币 你还有点 等着我 是吧 你现在你讲话 他这跟你出朋友 他这还那么四万一 他这么想 观点肯定不一样 他看的是一块钱怎么样 我看的是一个事 就是一块钱 不是差钱的事 是一个人的态度 那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多少的事 谁不差一块钱 不是那一块钱的事 是你这个观念 心里面咋想的 是这个你观念的事 行不行 我努力了 对 可能观念各方面不合适 就起码在努力了 对不对 以后再有相中的 你再跟我们说 我们再跟你介绍 总能放上合适的 对不对 好不好 谢谢 没事 那行 希望你能有缘分 那行 那我们就不跟你走了 希望你走了 有缘分的 花开花落终有时 相聚相逢本活业 最终也是相亲失败 遗憾退场 大爷在相亲上 始终坚持付付出 就是等待着 情投意合的有缘人出现 要是让男说 爸妈已经不要彩礼 不要房 不要零花钱了 这样的已经是 可遇不可求了 干嘛还约法三张 这么苛刻啊 不高兴 没眼神 这个还没给你玩 对方不着调过分了 喝大酒 打麻将 就是 还有一些 哎呀 那根本家里就没事人 就吉林属于卖生活 属于吃个中老年 完了这有山有水的 很就好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意思 对对对 那假如是真在这 那假如是真在这咬着伴了 就准备在这咬 对啊 对 然后到冬天了 俩人是可以上南方 嗯 回家 啊 六点 对对 喜爱书法 喜爱书法 就内心就是喜欢 这个 就是喜欢 这个也是我写的 啊 这是原来信息代理的 这不是 这个是五一 这部分是 五一那个劳动景啊 完了我们县里 就是有一个活动 就是完了我写的 看有什么样 太好了 百年好合 也代表了你的心生 现在是不是 对方不早掉过 喝大酒 打麻将 就是还有一些 哎呀 那根本家里就没着人 根本家里就没着人 就是几乎就是 说话就像守国吧 就是他不打烧鸡啊 那这种情况 持续多长时间 那我都给了他 很多次几回 就是才七八岁下 就跟他已经 就提到这事 让他注意 但他改不了 等到孩子 四七点 分开分开 我主要重视 找人品好的 就是这个人 本子 善良 这个人 时代在过热的 没有说乱七八糟 这带着啥呀 这手表这么亮 戒指 戒指 把他手链 他这还有一个 是不是 我的一盒一盒 哪买这些说 网上 大家喜欢这种东西 就是别人一看 你看老头穿 你看 这手链啥都 这手链啥都 让别人一起 好像 就好像 那老头正一 都穿戴心 对啊 不足的 对对对 让人家一走 走到这些马 他他嗓一点 稠一点 我 我一直形象 我这这形象 我一生 上哪儿 溜了一箱面 他不少人生 醜 有的时候走一步 他还醜 对 别问你 你要是 咱们不是我 我不是我表现的事情 你那是我 那是人 人家都不稠你 你说这些马 他还在醜 这是醜四年 啊 感觉 他不知道人 独大 对不对 打到鼓杀 打到鼓杀 你真赶快发烧 花了月才好 那你得起来说话收入 那个老爸 你送送点 互相照照 好 人家 人家人的 胖胖白鸡的 没有负担 就算吧 人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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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东西 人家人的 你俩都帽子空白 我还在帽子 我还在帽子 你俩 你俩在帽子 张国友 张鼠 熊华 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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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建议给你 领你看看熟的甲 看一看 熟的甲 看一看 看一看 你是一种 对 自然面积不大 但是熟 是一个非常非常立正的人 你看家里 就是你看这个电视啊 有照 都弄得非常有情调的东西 你看 那个厨房 那还弄个脸 然后过身体都也是 所有的这个开关 你看看 所有的开关都用这个弄的 就是 这个弄的 就是一个挺乱生活的人 就还没验人 没有 不是 所有 都 黄的不黄呢 黑色 他不太注重了这些 你看 不是你看 那玩 你那玩 头一眼 你低心一眼 你都 小兜子 你都不是啊 都要亮一点的 这你多买 他不是特别注重 这样的人 就是注重命凶 外表是能导致出来的 对对对 对 一会聊聊 我也玩 感觉 感觉 那个 好像有点老 你觉得老 好像有点 你是觉得长得老 还是岁数 感觉好像是 面有点老 有点脸色不太好 感觉点黑 就把呼应是什么的 把他们 把他们 身体太差了就不行了 我这个叫 我 我 我那个 那个拿来 咋 就熟了 然后 我把他拔下来 我两眼 我没三毛 啥都没有 身体 没有 没啥 长长没有 就是我要哭下 你他下来 黑 黑瘦 就这样 因为我 吃一个很少 我这是 炖菜 嗯 这是炖菜 那要是烙地 搁点肉 搁点菜 可以 那万一有会有呢 可以可以 可以 这个菜里头有肉 或者用什么油 这种油炖菜 它不进 对呀 那豆角 去那边的东西 那豆角 不得搁点油吗 那咋也在一起 那你搁油 搁一小块油 你一时一天 有时候会做饭 那俩人一起做 互相互相 谁也别说 可一个人干 那行 我打下手呗 这边菜洗完了 你完了 你可以上药了 对吧 但我看 就是那个 不太乐观 不是那么羊 就是 就是 发笑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我那是姓的 哈哈哈哈 你说 哈哈哈哈 你说是啥姓的 我不爱上 上外子什么跟他们戏啊 还说了些要外子 我那个语言 特别少人 哦 我也这样 那在家里 是不是跟 在家里 跟他要外子 等吗 那肯定戏啊 问长问短的吧 常问短的吧 有人说上哪里 我上司法 我来看 我也累了 我累不累啊 我没上糖 我吃了一碗 他做饭 啊 累不累喝了 那人 你还问短 对 你得关心 他现在找话 就是关心 不关心 那一点没用 他那人还心里想 他那人还心里想 一手就外子 不像人家 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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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床了 谁说准备完 那可他 那可怒了 梦的心 一个人一玩天天 老天天听到 还是呢 还是呢 那像点好 那眼见人家 本分也是 做到喝啥的 那听着 那我先走进去 说话 那这块 第五轮 想话都想上来 那是哪 信得起 他不是 对不对 有问题人家 有问题人家 有场矛盾的 你是那种憋在心里不说 还是说你能说出来 你俩坦诚的面对 第一事坦诚的面对 对 你要说出来 这样就别说 关关键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是事 假如咱们刚刚看见 谁也不是事 闷的 有事的 那用啥个事就说 那用啥个事就说 对呀 把这事解开了 这俩人都高兴了 所以你不能看那个人 到底这个事 就看他出事了 就是啥事 有那个责任感 有担当 就是比如说 对方万一有用了 倒下了 这是十一十亿的 那是屁性的 最起码的 咱俩咱俩 你赶快把烧了 跟他一样 赶快把烧了 跟他一样 切不来了 吃完面条热汤 热面条你做 都要跟他吃 完完整伺服你 三千 什么单位 这个铁路水厂 但是我公司 你讲话呢 接拉人是我的活活 接拉人是我的活活 就这个三千万元生活 你觉得我们就生活 全是生活 嗯 也能够 因为我觉得吧 你好像不是说 特别中间这个吃穿 好像生活上你的 你就比较简单 嗯 这还行 不是那么太说的 不是那么太说的 肥的什么大不大胃呢 看出来的 不是我搬出来 够弄 就是这里游这块 就肥浅 我这个傻的就是冬天冒 我有点怕冷 我有点就风湿病 就是冬天一暗冷吧 就会人不舒服 我想就是找着那个 六里半吧 嗯 就是冬天上南方 或者是上气候好一点的一起 我帮你走都行 我现在该上腰去 好 你怕走不起啊 嗯 那你溜的一年 溜的一趟 才两人也溜不到 哪里还租房子呢 哪里还租房子呢 都那行的 不认识 还住个月呢 三十个月啊 海南三亚 三年左右 对啊 那么三年 或者是十五个月那样 冬天就是最冷的时候 要特别是寒冬的时候 就走出去 到那边 特别像 就相处就不冷了 对啊 找话也是讲清楚 社会节奏 对对 你咋想的 你咋想的 就是如果是熟的表现不够 这事就没得上你了 还是说 也无所谓 就经历条件 俩人一起溜的 就是如果条件 给他能带好一点 但不是说非得多少 就是比如说四千左右 可能就没问题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说一年走一趟 走半年 对对 工资高 工资低 根本结合不了 根本结合不了 但是对方如果条件 要带好一点 就是 那么就是 更好一点 他自己 几块有 除什么 他这压力 绝对有压力 因为除去就 为了客户 为了高兴 为了健康 都有压力 都有压力 到时候 也是为难他 嗯 就是 这还不想不吹 他还挺理解人的 这一点还挺 挺有心 这个必须得 也是 有点遗憾 对不起啊 没事 这样 你们辛苦了 别这样说 不是跟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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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自己 心里有 他会 对 对于今天的消息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许 喜欢新铃链 给个观众 点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那咱就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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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落了 走吧 哎呀 真年轻了 你吃汤身幼了 你带给我 结束吧 我找一个吧 戴白领的 很有气质的 但不是好的 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的 我就非常烦 我就非常烦 你铁头 不也是铁头吗 那就是咋 还什么农村呢 我那地方 我那地方 要上街里 比他的方面多 我瞅他应该有七十多 我瞅他应该有 我瞅他应该有七十多 他这个头发 眼睛那个色 而我不太喜欢 杨永年良熟 是吧 因为红香四千 一个人的根本 人必须是正经人 正经过日子的 正经过日子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守旧 我们说 一辈子从农村霸子出来了 一个脚印 错不敢不敢卖 错不敢卖 错事不敢办 能有今天 所以我要求对方的 也得是本本分分的 正经过日子的 正经过日子的 另外十时休止的时候 长样我挺调的 希望都有演员 这个演员又没有具体标准的 没有具体标准的 对得见面看了是不是 对对对 你节目过的时候 现在观众有两个 主要重点是 主要重点是有两个事 一个事儿啥 好多观众就说 当时给你介绍张良生 张淑的时候说 你一进门 你不转身交走吗 那咱就走吧 咦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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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落了 走吧 不这不刚才是书严吗 那是书严 就看到这个就行 就看到这个就行了 走吧 当时走 好多观众都说 你一进门 说为啥转身就走 说你一进门就看出来 说在张淑和人家邻居有意思 对 年轻的晚上也那么熟 没相同那老头 我们俩不是元帅 我去找吧 这个老头 脚吧 这个老头吧 他没有你先从那衣服再进 他吧 咋的 我愿找个戴白领的 当官的 他有双指 而且那公元某 就永远就是不行的 所以说咱要走的是不是 是 我要是说是在 老头和是他能抢去 有我抢没有他抢的呀 都好奇 他说我呢 说你这红娘都没看出来 说人家阿姨都看出来了 我也好奇 你当时咋就看出 你就觉得他俩合适呢 我就能瞅出来 我问他了 我说你俩是亲姐姐吗 他说不是 那我说你有没有老伴 他说没有 那老太也说的 但是老太也很愿意 老头不咋愿意 老头不咋愿意 我让我已经给他俩戳错了 我刚才表扬他了 乱点运营谱 人家也是好心 人家也是好心 陪我大姐来给我把关 来看他们的 就是说 他可不是运点的 我看吧 实际他俩正好 他俩哪个都挺合适的 你是从年龄上 是眼人上好的 都挺合适的 经过你上次 统破那个窗户纸 张叔和他邻居正宜 我们俩人真在一起了 然后今天想起 我这个媒人和你这个媒人 喝喜酒一下 开不开心 开心 哎呀 恭喜你 太恭喜你了 哎呀叔 不错 不错 今天穿的也实在是太精神了 真漂亮呢 哎呀叔 刚才人家那个移到楼下还说呢 说这也不是暑假呀 我说这 这是我家 我俩共同的家 我俩共同的家 哎呀 看我俩都搬配 搬配 搬配 为我手 谢谢 送手过 你俩大喜大喜大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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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礼物 是我代表我们整个原来不晚 然后送的 送你俩一个就是四件套 寓意着你俩信心服服的过往 当白了 咱们结婚吧 不需要 呃 今天 呃 今天是我跟 郑玉梅 我们俩的 考试啊 喜事 大红梅 这儿呢 大红梅 你俩 百年好多 白头到老 好不好 好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看见老头 我看见老头 啊 你这儿就看了 那我这儿先撑 开了 看看他就发着了吗 哈哈 再去看看 我再去看看 姐 您好 我们的药 这家还滴了东西啊 那啥呢 我们的药 那啥呢 我能脱鞋了 不能换了 谁呢 叔叔 我家二楼 叫我 我爬了一会儿 你看你眼神买上了 是啊 坐那 你好 你好 还没先上银 我姓梁 你姓梁啊 你姓梁啊 姓梁 我姓啊 我叫安静 我叫梁永 梁 第一印象挺好 这家就给 给一个人一见吧 挺有素质的 感情利头 他这儿再年轻 他可是 可是 哎呀 人特好 我跟你说 最年轻啊 刚见面 他没能聊啥呢 你就能感觉出 那天儿老好 一下就能看出来 啥人都能看出来 你是错 你打吧 你看人家不土 你打吧 你看人家不土 你看人家老头根本没啥错 也没打吧 人家也没穿西服啊 人家穿了个小裤鞋来的 实际上这样更好 哎 这样大气难的 基本上演员 演员 基本上可以吧 但是 一会儿再沟通一下 交流一下 看他们咋样 这行了吧 我们都是多少年了 其实我们家那人不当书记吗 过去你都知道吧 分的三十房子 最早最早的 黄金厂这房子 今天都有快到五十年了 我还是三十年了 我还是三十年的时候 就住这三十房子 那时候谁都相当羡慕我了 那七楼吗 但是你别看房子就要说 你就看啊 这屋里头让姨收拾的 你就看一些细节 你看这多人买的果盘也好啊 买的果盘也好啊 还有摆的小花啊 你看两台两个小花啊 你能看出来正经过日子 我看那个屋里头布置啊 熟识的 这过日子还是挺正经的 丑还挺正经的 看这一顶同志呢 这一顶同志呢 他这个经历和心思 看来是用到过日子上的 你是哪个部门退休的 我是公务员退的 我最后在公安局退的 教个小学 教个初总 你当过老师啊 后来呢 也当过校长 然后调到离宿县县县城堡 那你现在退休开多钱呢 六千多一点 还行 他公职符合我 他条件也符合我 长相也像这么的 那肯定能有面 确实有面 现在你有 多大叔叔 你看我那样多大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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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你叔叔挺小 我六十八 从你像六十七八 我八十一周岁 我八十一周岁 哎呀妈呀 真年轻了 你吃汤是六了 小腰还挺直的呢 他确实挺年轻 他正不老 他有点跟他那叔叔 不那么太符合 但是咱这么说 你看那电视那老头一个 我八十来岁长的脸一大嘎的 人家脸啥也没有 哎呀他不恶性言 你说这个吧 一瞅就不恶性言 他比这个年龄要老 他比这个年龄要老 你瞅他怎么大呀 我瞅他应该有七十多 我瞅他应该有七十多 他这个头发 眼睛那个色 不太喜欢 不行 不行 性格不行 性格来个啥 我也不想那些 再一个就是 有点农庄 有点农庄艳莫了 谁倒是今天 为了特意这么打扮的 还是平常就这样 你是素颜 他可不是素颜 这磨的太多了 坟墨的多 他坟墨的多 他坟墨的多 我从来我都不合作 你看啊 是真的 你不你唱唱歌手 我确实真没画 你个手真难画 真是没画 就是脱点口红 我们那些同事都说我不化作 都说两次来美 你看谁看他画 你看谁看他画不作 那时候口红都不脱 就是心里来了脱点口红 让你好好看 我跟他说 平常我都不化作 是自己就是闻的 就刚才可能要尽量 那都闻多点 你是没化妆的吧 没有啊 你这脸 没有啊 你这脸啥的 抹粉啥的了吗 就抹点儿 那个喜欢搞的 还贱的 我都不买贵的 你看看那个 全是贱目楼梳的 你看我多见 人家说 哎呀摆着这些干啥 你看这才几块钱的玩了 都几块钱的 你看 那现在你们自己过 对 这人有房了 有 我那个楼小 也在铁东 在北药地 你们的地点 不是那么太好的 哪个就像农村的 那咋能是农村的 刚才他说 那农村的 那就是农村 我就非常烦恼 你铁东 不也是铁东吗 那就是咋 还什么农村的 我那地方 我那地方是要 上街里比他的方面多 他这公交车少 你没有这方便 坐什么车都有 出门就上车 那我那是 坐五路车 你看这个有个牌子吗 等于住时间长 是是是 不是 市民吧 市民就有这种偏见 住到铁西的 一般都瞧不起铁东 哪怕住铁东 他就换垃圾桶 但是维持生活的 那我住铁西 那也要28860 我住铁东 我不欠钱花 我不是平民 我挺烦的那事 我反感 老瞧不起什么铁东 怎么的 我刚才说了 铁西因为 那就是平民窟 那就是平民窟 特别是北洋 那平民窟 在那里住 我一个连接 那你咋在那住呢 我那咋去呢 顾家粮食系统 退休 也就两千多块钱 我一个六千多呢 那咋去 我就找你第一期 你比我高哪 高位到哪 我反感那事 他那句话 我挺反感 他去传过 说那有地印的地 说农村 他在 农村 他在叫私利 不就随后 那么一说 他就叫我这儿 那我有时候说话 假话 孙口就溜出去了 咱个个没在意 人就在意 所以说话吧 咱说呢 原来也有给我介绍过的 就是沟通太困难 话随便说 那我没文化 我不像你又什么 当领导了 什么 你不能照我 照我说个说话 我咋想咋说 我想啥说啥 不行 我说不管是文化 但是文化水平高的 说话得经过考虑 应该说就说 不该说就不说 那不能说我咋想就咋说 那俩人在一起 谁不能照书本说话吧 那家常科 说家常话 但是你说家常话 得能说到一起去 能说到一起去 一说就拧了就掰了 那俩人连共同语言 都没有咋生活 不行 不行 性格不行 性格来不上 我也不想那些 该说话就说啥的 就我这孙子就一吐了 他还在意了 我还没打地儿 我还没打地儿 进我们家那人的时候 你说你这样女人好久 找就找你这样 两个人说话 你理解我 我理解你 是不是 我跟两个人 跟家掰呀 你是 你是笑找笑好的 我是个大老厨 没文化的 我常常跟人家 摆那个去 那你就说去 有文化眼睛 不能接受就拜拜了 我说那咋 咋敢这样 就先说 把我复成 咱们就放哥们处 放哥们处 你说行不大哥 可以 处长 你也是就是 我就是你妹 你是我哥哥 就完事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铁们 喜欢星空 给个关注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我啥都供了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 我都供了 房子我也有 房子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的呀 一斤手拙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这可真是 将冈里泡石闹 一言难尽 大爷相亲 嘴态度太直 这大妈刚见面 就想要三斤 甚至还要求 大爷带着自己 去三亚度蜜月 哪成想 大爷看着对方的脸 摇了摇头 直接怒对您配吗 这反差 可把主持人搞了 那嘉宾 我请问一下 那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不是儿子给买的 那你是跟儿子在一起 暂时入温 不是就自己 叔叔是 叔叔是三个儿子 小儿子给叔叔在群里 买了个房子 全款买的是吧 全款买的 两百多万全款买的 二百二十万 这大爷派头可真大 平常都是自我介绍 可大爷不一样 这还没来得及介绍呢 大妈就问起房子的问题 大爷也有些得意 直言自己的小儿子 直言自己的小儿子花了 二百万给自己买房 这光是想想便是 巴黎庄的萝卜 心里美呀 别的是你名吗 那二百 我房咱们一杀 那是九十平方 九十平方 那你有双宝吗 有 啥都有 就是肚子低 您这个双宝也是自己交的 是不是 自己交的 自己交的 一上来就问对方的儿子怎么样 大爷这就回答了 他一共有三个儿子 都比较争气 尤其是老三 直接搞了个大工厂 直接搞了个大工厂 当了大老板 三个儿子 大日来密山 二代这个哈尔滨 军工哈尔后勤 老三这个最有出息的在深圳 自己做生意有工厂 对于老三来说 这二百多万的 这二百多万的房啊 根本不算啥事 直接全款买下来的 大爷是丧的 自从前妻离世后 大爷就没有再找过老伴 一心一意的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 结果厂上的大妈妈丝毫不在意 大爷找过别的老伴没有 直接 老伴没有 直接就询问起大爷 是否会给自己买三斤的问题 我啥我都供了 啥都供 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了 房子我也有 房子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大爷那是丝毫不惯着这群女人 直言想要三斤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妈依然不依不饶 怎么都想要点斤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的呀 一斤手拙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看到大妈覆嘴脸 大爷更是直言别说你要三斤了 哪怕你不要我都看不上你 结果这个大妈被打败了 打败了 吓个大妈顶了上来 买三斤不行 那带我去海南三亚玩总成吧 那三亚行不行 那三亚不去哪都不去 我都去了 我 那你去别人没去 我再不去再不去 不是 阿姨说跟你出挺好的俩人 你出挺好的俩人登机结婚了 是老伴了 那我也不去 我今年过年想去三亚 就他呀 你呀 不是他 别说谁 咱不说谁 我啥我都供的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的 房子我也有 房子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的呀 一斤手则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大妈相接 直接要求大爷给自己买三斤 遭到拒绝后 又要求对方 带着自己去三亚旅游 哪料到大爷这人丝毫不给面子 直接 不给面子 直接就拒绝了对方 看着我们大爷坐在凳子上 双手插刀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这个时候 主持人也赶忙劝解 让大爷说话 别再冲 这也不招人喜欢 可我们的大爷是个毒蛇的 直接不屑一笑 看着对面的女人一指 就她 女人一指 就她 说直接脸 大爷就是觉得大妈根本就不配 结果这个大妈不说话了 另一个大妈又来了 大家别有一个问题啊 你现在是挣2150对吗 对 你自己的工资 对 你自己够花吗 花不了 她一千万元花不了 一千万元花不了 比如说 要是两个人生不到一起 你的工资还是给她呀 还是两个工资给一起花 这是现实问题 没说你一工资我这工资都给你 我这工资都给你自己花 我都不花 我都啥都不管 比如说哈 就是哪个人结婚了 朋友了 亲亲了 结婚了 这笔钱从哪出 哎呀 那笔钱从哪出 哎呀 那个现在这结婚不像原先了 一百二百 现在对地都是五百一千 对呀 我就说这笔钱怎么出 把工资给对方了 如果要这方面的工资怎么办 有人行往 有人行往会儿了怎么办 我就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看谁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 不会拿 你的朋友我也拿 没事 这台上的几个女嘉宾 听到大爷有钱 并且儿子都有能耐 两百万的全款房 一说话就是冲着大爷的钱去的 张嘴就是钱钱钱 既然还问上人情往来的钱 大妈这生怕自己都理了几个钱 被花出去一分钱 这大爷坐在台上 坐在台上 听着几个女人叽叽喳喳的 估计都嫌烦 小店你都答应了 而且就是出现什么 婚账下去这些费用你也拿了 但是刚才那位女士问了一个问题 说三斤的问题 为什么不答应呢 听听话里话外的不还是钱吗 这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按时几个女人说话 别这么直接 毕竟以后两人出的好了 大爷的儿子们又这么出息 到时候想要个三斤五斤的 不都是洒洒水吗 别说是去三亚旅游了 你想去外太空 那指不定人家都能同意 提到自己的择偶要求 大爷这就说了 自己就要求对方有双方就成 剩下的咋都好说了 所以说说您说的必须有双方 其实是为对方考虑 对啊 你在的时候怎么都行 但是万一就是说有一天 两个人可能有点什么事了 然后他自己能够保护自己 红娘一听也表示 大爷 也表示 大爷这人可真是失诚 找个有双方的 还是为了替对方考虑 到时候大爷先走了 对方也能自己生活的下去 不至于饿死 并且大爷说了 自己的孩子们也不会不管女方 我啥我都供了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了 房子我也有 房子也有 房子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子呀 一斤手足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大妈相信 开口就是三斤五斤 闭嘴就是三亚旅游 三亚旅游 台上的一位女嘉宾 听到这些话 有些忍不住了 就凭借着大爷一个人 能把三个孩子教育的那么好 大爷这人就是个好男人 虽说自己年纪跟大爷差距有些大 但是自己可以当红娘戳和其他大妈 接下来几名大妈也明白 不能再提前了 于是便问起大前妻的问题 大爷的前妻是脑流趣事呢 大爷才29岁 期间一直都没有找过对象 后来大爷的儿子给他买了房子以后 大爷的爱好就是在家里看相亲 大爷这些年不缺钱生活过的也算不错 但是没有老伴的日子实在是孤单 一说孤单 台上的大妈就感同身受了起来 结果落得都挺好 一问谁看上大爷了 是这么个场景 来吧 到最后了 要不要留灯到底 请表态 这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钱到几个大妈表现得那么积极 要钱的时候一个笔子大胆 结果听到对方不愿意给自己花 一个灯都不愿意给大爷留 主持人看到这个场景 也是询问起蹦达的存在 学问起蹦达的最凶的大妈 问啥灭灯啊 没有感觉他身体状况 不是那么够好的 把身体状况 你看我吧 就是怎么活动 怎么跑多少米 我不带那啥 像刚才这一段练 我不带胡子带伤 我也70多岁的人了 还是身体不是那么健壮 大妈 大妈一时也找不到忌口 于是便拿大爷的身体健康说是 大爷的这场相亲就这样失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便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 看北方中老年 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你脑子相当厉害了 脑子 那也得说是200度大灯泡 相当足了 是吧 200度灯泡 50000灯泡 50000 行我奉你一千 奉你一千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这是 相亲的张大哥 葛大姐 一言不合就叮光开战 好好的人 怎么就成了大公寓的灯泡子呢 都多大年纪了 别着急上火的 万一起初点 正后来就亏老本了 还是像刚才见面那样 你们和和气气的说说话不好吗 先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张树海 张淑 张淑 然后葛秀兰 葛一夜 太乱了 不行 你看张大哥 你歪个脑袋 嫌弃葛大姐长相着急 脸黑皮粗也没捣吃捣吃 但是葛大姐实际上 比77岁的张大哥年轻多了 你俩差10岁 他是67 那看着 从老啊 他老伴没了将近30年 他一个人带着俩孩子 给孩子成家买房子 然后自己又买了一个房子 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 咱还是得佩服人家的 红娘这样说就和职业相畏了 你是介绍对象说亲的媒婆 不是评选感动 相亲年度好人 佩服和演员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 仅靠佩服是不能成为夫妻的 话虽然是这样说 张大哥还是听从了红娘的劝告 对 那倒是 说话我再看看 看说话 一看他眼睛 烂不烂孤了呗 有的人说话跟你说话 他不知道瞅啥呢 等一坐下 葛大姐倒是没有四处乱看 可是一向强势威风凛凛的他 少了平日的自信 脸去了不少锋芒 下面这段视频是他最温柔 最淑女的记录 葛大姐所说的照片是他多年前自拍的写真婚纱照 想起这些照片 葛大姐立马来了精神 自信心逐渐攀升直至爆棚 拿出了全无敌的气派反刻为主 对张大哥一边打量一边盘问 我想了解 因为他第一步 演员我带 演员我带我什么东西放着的话 你家这个房子的状况 你就下手一下吧 要我心里有房子 这不是我的 演员是否认同可以搁置在意 现在葛大姐最重视的是房产和工资 她弄清楚了房产属于张大哥 也该问问工资的情况了 可是葛大姐没挑明直接问 反而让张大哥主动交代 一副坦白从宽 抗拒宽 抗拒从严的拍头 我先说吧 我先说啥 说你的工资方面 工资方面我约开多钱 我也不知道现在 不知道开多钱 不知道 是啊 那你每月领钱不知道 你领钱不知道 每月领钱我公资卡 给我估了那个儿子 葛大姐的这些举动 已经触碰到了张大哥的逆临 老张头的倔脾气快要爆发了 说话唠嗑都带着烦恼情绪 红娘见状赶紧说话提醒 叔你之前见着我还跟我说多少钱呢 我从我退休 退休 我工资卡交给我了 我还人经过 一个月挣三千六七吧 我也不三千几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三千六七 三千几 我一个工资 给我一千五 张大哥退休快二十年了 退 二十年了 退休金不知涨了多少次 没准已经涨到了五六千 可是工资卡被他的女儿继承 每月花这姑娘舍失的一千五过日子 现在葛大姐又在惦记他的工资卡 可怜的老头能不 可怜的老头能不小心吗 让本来就将要燃爆的闷心火 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我俩性格合不来 他已经都说出来了 一二三 就是傻子 听不出来 你这房子是谁的 产权 那你要是更他名啊 八字一撇都没有 就关心他人的财产 可大姐一二三的神操作 一点百花架子的念头都没有 冲的就是房产和工资卡 直接点燃了张大哥的怒火 身上代救心完没有 一旦猝不及防 没那买可真不行 这边张大哥的怒气尚未平息 那边的葛大姐又按捺不住了 他那是倒咬一口 我怎么能掌握我 我是奔钱来 我漏那个可可的吗 我也不缺钱 葛大姐是真的不缺钱吗 多年来 多年来从事小本生意 虽然时而捉襟见肘 时而丰衣足使 实现了经济基本自由 不是大富大贵 吃穿住行足足有余 可是起初创业打拼的艰辛 只有葛大姐自己最清楚 我们家老头没了 我来到长春的话 葛大姐还出 时间还出安全床子 有卖水果 我属于一个小马 我带着我孩子 我们家买了 一点点 就想要握拼 就已经干起来 由小到大 由弱 变强 从农村到城市打拼三十多年 燕子贤 你这三多年 燕子贤你那大窝 如今的葛大姐买了三套房产 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你能说他是没本事的人吗 可是在不服输的张大哥看来 葛大姐做的都是小买卖 她玩的才是挣钱的大营生呢 你说你做买的 我也闲的 我最早时候养个兔子 养个哥哥 养个小狗 我脑袋厉害 我不是说脆脆 张大哥呀 你好意思说 你玩挣钱的大买卖 挣了多少钱呢 你买房子了吗 别在这里搬门弄府了 你看果不其然 此时的葛大姐终于等到了 发了反击的机会 岂能错失良机坐以待毙 那那么说 你脑子相当厉害了 脑子厉害 那也得说是200度大灯泡子 相当足了是吧 200度灯泡子 这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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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奉你一签 奉你一签 这都成啥了 200度的电灯泡子 还显不够亮 500度一千度 这是准备烤红薯吗 那可是费电费时的事情 可是费电费时的事情 这哪里是在乡亲 完全是在玩小儿科的台杠游戏 强势的人不受人待见 强势的女人没几个男人愿意招惹 张大哥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老了找个办事来做办的 而不是找气声 刚才的状况小编都害怕了 张大哥那气息败坏的模样 话都是吼出来的 都气成这样了 看来这乡亲是完毒子了 那编的葛大姐还以为实在做买卖 双方是在为了半毛钱 谈价还价呢 那要不是把这事登开了以后成家 要是他他要先不带了 产生就是他闺女的名 我找的我没嫁 没我带他闺女年我呢 那这事你不麻烦呢 这些事如果提前说开 大家把丑是男士说在前面 不是有先小人后君子之说吗 葛大姐的想法是为消除后无之忧 可他还没发觉当前不容恶观的形式 更不明白他已经处在了一个 将要被人当面 将要被人当面拒绝的尴尬境变 没察觉张大哥已经听不下去了 他还像做生意似的高腰价低还价 想尽可能的再争取利益最大化 你别说是拿谁当傻子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成家的说法 咱们啊 咱们啊 真的完了 张大哥 不容葛大姐再说下去 起身就走 小编也没看清是不是先转的定 只是听他对红娘说谢谢你们 好了 谢谢 好了 谢谢朋友您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高见 老大爷又来相亲 一眼相中女嘉宾 直言自己的钱你随便花 刘大姐了 请 太投入了 这个手持麦克风 陶醉在歌声中的大姐 就是今天相亲的主角 麦克风只要一沾手 那低阵来了都不走 太好了大姐 谢谢 太投入了 太投入了 大姐你好 我是红娘小琪 欢迎 欢迎 大姐放凌61 身穿红色小皮衣 脸蛋挺胖有浮像 头发一趟真有样 先不说大姐工资有多少 就这小生活环境 那猪头肉指定是没断过货 这我都没敢打断 太投入了 太投入了 这唱的 平时咱们就都用这个唱了 平时再加强 有时有 有时我就敢唱 有时候敢唱 有时用 大姐唯一的爱好就是唱歌 小梅一关直接就开始放 一关直接就开始放废自我 这么开朗的大姐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同情哪里的 懂道理的 善解人意的 就是有一颗真心 有一颗诚实的心 真心过日子 这是咱们想要要的那种 对 因为我这一 到现在了 我都没尝试说 我今天还特别不愿动 然后有谁给我做口饭吃 我这种生活我都没体验到 虽说是年过半百 但是大姐也想当杯热奶茶 也想体验一下 被人捧在手里的滋味 多了不说少了不落 直接带着去见面 师哥 你好你好 大家给你介绍一下 刘洋 介绍一下刘洋 刘大姐 杨晋平 杨大姐 我一瞅 没太想中 我已经用演员 看着有心跳的感觉 大爷你这话说的 要是一眼没有心跳了 那这节目就太胡闹了 直接就变成恐怖片了 大姐这样的 小青年看了都迷惑 大爷看了直站不住 指定是想中了 我 我 你这话说的 不远不喝酒 我挺合心的 我喜欢唱歌 唱不好也喜欢唱 杨大姐唱歌 他也不特别好 就是今天 我们去的十号 今天我们去的十号 就是愿意唱 大姐唱了两句 就给大爷直接拿捏住了 歌声都能让你想到前妻 那大姐要是再跳一跳 老头的银行卡恨不得 现在就上交 大爷的媳妇 大爷的家 大爷的工资 你随便花 只要是咱俩好了 你妈就是我的妈 我还是比较靠谱的 是正经过的人 实实在这个人 在什么地 你女同志 你不能伸手 不能杜手 杜手你男的 你咋的 那是什么 我就放这个 骂也骂不过 咋也打不过 老胳膀老腿的 只能和你好好过 没什么外言 我相中 相中的动静 你相中什么动静 每天 我 我正经 我也给你买 不是所有的牛奶 都叫特伦苏 不是所有的大爷 都能让你感动的想哭 大姐听了这些话 不就是自己想要的 幸福生活吗 就是说 所以说我没体验 这一生 我没体验到 一生 我没体验到 福气恩爱 俩人互进互爱 哎呀 甜甜蜜蜜那种生活 我没体验到 还是可以说是一个 挺明白道理的 看着老头除了不年轻 剩下没有什么缺点 大姐主动的问起来了前妻 走了几年了 六年 好六年 今年十一十三 十五年 那你也不 那你也该走出来的吗 怎么说 哎呀 现在还走不出去 没太走出来 就是还还回了她的前妻 但是就是接口 但是就是接口看了 有可能以后跟我相识了 能给她带出来 你是大姐的菜 给你大姐的爱 两个人越聊越带劲 看样子还是得分人 大爷面对美女 那是说啥都能说到心坎里 其实两个人走到一起吧 都是真心对待的 对呀 先走 对呀 先走到一起 就是彼此间必须得护折 对呀 走到一起了 那就是缘分 那就是老伴 就是说是理由 你看两个人一起去 他也愿意去高兴 去的不是地方 就错了 对 就是地面最好 你人没有人去 他也没意思 没意思 这个人我一眼不出 特有眼缘 有没有眼人不知道 反正是有脸人是真的 那一见钟情不都是仙中的脸吗 我是想领证 不但底是什么 不但底是什么 有没有那个想法 应该是 对 应该说 真是合法不得 对 这面有个证吧 谁说一张纸 两个人的心就捏不到一起去 这样有一张纸吧 两个人的心 他就捏到一起 我是喜欢等纸 行 只要你没啥意见 我同意 你也听说我指挥啊 我向你们电视台保证 我准保客户的 准保爱护的 你就放心吧 我对你 我对你 保守的是 一心一意的为你 好 先谢谢你啊 哈哈 有钱人忠诚眷属 不对 是有情人忠诚眷属 也祝愿所有的粉丝和观众 早点碰到 早点碰到那个合适的他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关注我 天天带你乐喝一下 甜的还是能开药的 是不打甜的 我在社区酒 那不行 他社区的根据没一样 你知道根据出城的有没有病你知道吗 有没有病你知道吗 想来呀 怪不得得看医保 原来是心里有数 真要跟你在一起 没病都得起出病 大爷你这么在意医保 小弟有个好想法 咱去医院门口找对象 保证符合你要求 今天来湘西的王大爷 今天来湘西的王大爷也是个人才 开场就自爆了家门 虽然咱是个到插门 但也惯着前妻你看不惯我咱就离婚 感情又出不来 我是啥的 我属于到插门那时候 没有地位在家里 对我一看不行 我是干脆吧 就离婚 人家低迷脾气 人家低迷脾气 比咱们够 那人家都想着你了 那想着我 刚才只是没毛病 后来我老婆着家 你那时候你就不着家了 那我出车 我成天回来管你 我哪有时间呢 大爷 你又不是到插门 你又不是到插门 怕是这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吧 我看你不是急脾气 你是有问题 啥也没有光是自信了 因为感情不和 急性子的大一果断 选择了和前妻离婚 一刻也没有耽误 性子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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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骗人的拖拉了 我不断 说咱们办 咱就办 办个事 去看啥手人 我当时签字手人 那法官说 我给你调解 我说不用调解 调解我 最调解 我要去奖拉越遭罪 然后离婚了之后 跟儿子不来往啊 我跟你说啊 我家都找个媒体 清晰派所 我 清晰派所 我还有一战友 他说我去了 不好使 就不离开门 孩子不想你啊 你想 孩子跟你感情不行啊 对 那他嫌我不早来了吗 现在 现在结不结婚 有没有孙子 你也不知道 不了解 这不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吗 媳妇离了 孩子不亲 大爷是越老越孤单 现在终于鼓起勇气 想再给自己找个伴 那这样子的大爷 想要个啥样的老伴呢 咋的差不多呀 你就是能领出手 能领出手的 叫别看 你是穿的吃 我都可以 找漂亮点的 女人还是漂亮就好 一时不愁想当官 隔了皇帝想生仙 大爷你是侦探呢 我看你就算老黄瓜 刷绿西装呢 也没用呢 这年头你的条件 还要找个漂亮呢 还是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吧 听了大爷的要求 神通广大红娘 找到了贾大姐 直接给俩人安排了见面 王玉鸣 姐 我就贾一想 贾一想 走吧哥 咋来事了呢 大哥家调整比我好 大哥家你家也行 他那个太窄吧了 不方便呢 坐坐搬那上楼 坐坐搬那上楼 啥情况呢 大爷你是以后住你哥家呢 咋还整别人家来相亲呢 这都给大妈整猛了 来都来了 还是上去唠唠吧 嫂子在家呢 嫂子在家呢 来吧 来吧 在里面给介绍介绍 这是哥哥嫂子家 对 这是我大哥 这是我大嫂 一直等着我吧 赶紧时候来了 没事没事 走吧那咱进屋吧 进屋吧 第一个在哪上了 个子高是吧 大姐看你个的 你个高崴无所谓 你去咋子 你去咋子 我也觉得 他这个吧 我就不挑这个 这个人还是 他在这我这一瞅 你看下车一瞅我就 要一般我早 我有一瞅 下车一瞅咋样 哪块让你觉得 眼睛 眼睛还不好看吗 还不好看吗 那啥呀咋你这样我看 那啥呀 大爷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还是咱今天出门忘带老花鸡了呢 咋这么不张眼啊 你这口大黄牙还嫌弃人家呢 没想到你嫌大妈眼睛丑 人还嫌你个子矮呢 哎 个头太矮了呀 一妈都没有我高过 差不多啊 咱是穿的鞋有根 我就没根 我也比他高 我就高五年 这一瞅就瘦大个 就瘦大个 就瘦大个 大妈这是想找个年轻帅气的 这大爷是一点都不沾边纳 经过红娘的调解 大妈同意坐下来再聊聊 没想到大爷上来就开始放大招 一股脑把证件全给掏出来了 你哪个最久的 科研公司 科研公司 那你老口开多少钱呢 开两千多 大概两千几 我这个都拿来了 工资卡都拿来了 这开多少钱 给我开让我看宅信 就没看着鱼人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大姐相信这个 哥 这个 哥 我这工资卡 医保卡 身份证 还有优待证 大哥当过病 在驾驶证你不能看了 你不是交警 哈哈哈 你不能管我对不对 要交警背不住 不是交警 哎呀 油管呢 哎呀 油管呢 就离我这了 哈哈哈 你看不看 啊 大姐你的嫌弃劲都要从屏幕里移出来了 这大爷还没看懂 巴巴的网上偏 大爷觉得自己挺幽默 都给自己介绍完了 是时候该说点正事了 钱的还是能开药的 是不打钱的 我的社区就 那不行 啊 他社区的跟居民一样 重振居民医保 医保 他就是居民医保 是 就是你住院 就是按照老百姓 40%是50% 就那个什么 我那是啥的 我那愿意往里打钱的 是 108是110 我这也不用看病 啥情况啊 大爷你这是盼着大姐的病呢 跟你过日子确实饿不死 就是能给你气死 看一眼气死 看一眼都能减瘦几十年吧 看大妈这表情 要不是录像就在眼前 指不定给你一个大嘴巴子 大妈说了 咱到现在就没吃过药 什么医保 什么那个什么医保 哎呦我不说 哎呦我身体这么好 没告诉你 长这么大都没看过病 没啥要不吃 我这一天我就心里开开心情病 每天身体好 比啥都重要 比真一个亿都好 他说的没病 你只要跟你促成了有没有病 你知道啊 将来啊 你说现在没病 我现在我说没病 那真促成了成了一家人了 这病那病都来 你不管啊 咱老妈你也不是那人 大爷你在乎医保也没问题哈 和你过日子确实是需要医保的 指不定哪天就能给你气住院了呢 这还没结束 大爷又开始接着审犯人了 给大妈气的直接枪了回去 你能开两千多个钱啊 对 两千多个钱 两千几 具体 怎么那么想起来 我就开两千 我就开两千 大伙老科 谁是有谁 把你 你是有谁 把你内心都是话都得说出来 我问你这具体开多少钱 你说我具体开多少钱 我问你完了 我也不管你要 有啥事都把画出的 靠出那儿呢 慢慢说 大姐要开了 我假如说打个比方 开两天吧 然后呢 两天吧 你两天吧 那我都不管 我都不管 我都不管 你这么说 你是给你儿子花 你是啥花 我都不管 大爷你这也不像相亲那 露起秀的要干架呢 这是 你这哪是急性的 咋听着说话都烦人呢 大爷说了 不稀罕你的公司 就是要问个明白 不要我也不管 你看他也不理睹 你走两天 你走两天 走两天 两千九百多也是两天 那你也不要也不管 你还问那么细干啥 那我得问呢 那说话 咱得晾出底牌 我心中有数 咱再捞点别的话题 他不说捞点别的吧 那你咱来干啥呢 那你这不捞 那不捞 那你最后 再突然没说明白 那你最后 再突然没说明白 那你最后 最后就是那这 你说你 那大爷这不说呢 我突然问我多钱 我就不乐得打 是啊 我听出来了 对呀 没看过都会增加臭 可不咋的呢 你也没想好好回答 对呀 我也没想好回答 没想容 咬到门前立牌吧 大爷你这也太假了吧 这也太假了吧 你不要问啥呢 反正也落不到你手里 大爷脾气急 大妈不配合 急得哥哥出来讲和 这玩意儿呢 你俩处一处 处得过来 人家这么处的 像新娘亲一样 妈妈处处 你俩就交心了 一交心你们这事就好办 这高峰 我也不能把底线都露出去了 那我啥子做 那我啥子做 我啥子做交底 你交底是交底 你这也是你的一级 你说 你要人家怎么说话 我这老弟吧 没什么毛利 就是脾气急 你看你们俩是不是 能不能再 我想问你 推进一步 我还可以推进一步 我还可以推进一步 不行 可是一个层次 就是他现在称一个月 我都不在意 我都不能想到 哪个人这么说 哪个人这么说 就是这性格 我永远改不了 得慢慢改 不改了 你就是给大妈一个月 你就是给大妈一个月 人也不想跟你过啊 大爷你这性格还是改改吧 不然咱还是凭实力单身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一见 画面中这个说话的女人 是今天相亲的女主角 那她口中的前老头是咋回事呢 咋回事呢 老铁们先给我点个赞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是张红叶大哥是不是 红娘小局 张红叶73岁 老伴去世 退休金2000多元 住房面积40平米 住房面积40平米 刚一见面 张大哥主动向红娘介绍起自己来 我不穿不喝酒啊 我眼睛不动 我勤快 年轻的时候就是 我多久不让我洗过我洗衣 我就从70岁以后 我才穿着身上袜子 以前 没有不良嗜好还这么爱干净 这两样优点相信大姐们都会喜欢 那张大哥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退休以前是给租路处修路的 当项目经理了 是502年了 是502年了退休的 那你现在退休金多少 两千四百多 我刚退休说六百多 张大哥说现在自己身体啥毛病没有 想当年自己还曾经是一个奇形达人 过去骑磨的时候 我啥都有 没嘛 这些挺有复的 我们一骑磨的五六七台 其实一年七毫水汤 一年七毫水汤 其实都不允许骑大排量的了 如此洒脱的张大哥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就是长相的说得下去的 这个事少一点 互相包容一点 没了 再说好的你消火吧 按照张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起了同样家住长春式的刘凤琴刘大姐 刘凤琴大姐吗 你好大姐 红娘小吉 刘凤琴67岁 离婚 退休金两千多元 住房面积一百平米 他这房子是多大平的啊 一百零三吧 我儿子房子 他们又买一个吧 刘大姐家的房子收拾的非常干净利索 但接下来红娘提出的一个问题 刘大姐的回答 竟让红娘吃了一惊 平时就你一个人来住吗 前老头回来了 前老头 离婚之前的老头还她爸 面对离婚多年的刘大姐 如今前夫竟然还住在自己前面 家里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煮双拐了 煮双拐了 那个费劲 晚上厕所吃了 那平时吃饭啥的你给做呀 我给做端过去 傻病啊 他卖个盐 再一个腿还缺钙 而说起当年离婚的原因 刘大姐的脸上仍充满了愤怒 年轻人就打我很坏的 这老婆房子打我啊 吃饭的那个饭碗 搁着嘎的不注意的喝饭 皮肤以后把我嘴打得喇喇叹 那还想我抱孩子 他留着在后边 光给你处 年轻人我烫个头 再我头往前挫 原来在八年前刘大姐和前夫离了婚 但由于前夫的身体不好 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 才被迫把前夫接到家里照顾 那对于刘大姐要着老伴这事 她的前夫是怎么想的呢 对刘大姐要着老伴这件事 前夫似乎并不介意 而且对于自己的将来 她也有了打算 但刘大姐表示 即使前夫去了脱劳所 她还会每个月去看望她一次 刘大姐说 她之所以要再找老伴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这一辈子没有爱情 这咱俩闹客了 咱俩事都是就分家 就不在一起 一人一个五 那如今的刘大姐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一般能顾得去就行 有房子的就行 你说老了还有什么颗上好看的 刘大姐的择偶标准并不高 那优秀的张大哥 会是她要找的另一半吗 在红娘的安排下 二人很快 二人很快见了面 刘凤琴大姐 然后那个张红叶大姐 来 我我走 刚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演员这关两人很快都过了 在接下来的了解中 刘大姐对张大哥 刘大姐对张大哥更满意了 冬天的衣服吧 都搁着 学校兄弟反正我都分开了 夏天的单衣服吧 我都搁着床底下了 搁垃圾箱里了 我就想找干净利出 方我这么说 方我这么说 就是那时候没有洗衣服 我就全 我没有别人给我洗衣服 我就是一个毛病 我就是喝啥水啊 喝不多些 我也不抽烟不喝酒 尤其抽烟门都没有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刘大姐对张大哥 那是百分之百满意 但接下来的一个话题 却让刘大姐对张大哥的印象 发生 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你好理由 我愿意留 除去留了一年咱也不说多 一年除去留大哥 这个说白了 除去了那就得A字了 除去了那就得A字了 看着一脸惊讶的刘大姐 张大哥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听张大哥这么说 刘大姐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行 你说旅游还得A字 绝对不行 那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大方 就是旅游吧 你不说一字 女的能不花吗 出门在外的说 刚才还对张大哥一百个满意的刘大姐 因为在除去旅游的花钱方式上 对张大哥产生了不满 那张大哥会改变他的想法吗 改变他的想法吗 大姐说A字的时候就觉得心里 没啥不行的 就这样 就这样 没有研究 嗯嗯 那我俩家的一个根本就不够 出去旅游必须AA制 那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 张大哥对方大哥对花钱这件事 又是怎么想的呢 那我问你一下大哥 那以后过日也AA制啊 我这个事吧 就是他就家是两个人的 有个女的问我 你叫湘雅66岁 哦挺好 他问我说大哥 听了张大哥的态度 刘大姐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 工资太低 但是工资也是低的 心里不得见 这个男人不值得托付 最后心直口快的刘大姐 竟当面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说的想法 她好像是有点小气 就留个游了 花个几百块钱 咱不让你害怕一致 我跟你说啊 吃饭都是我的无所谓 你比如说 比如说赶啥呀 一次三千多两千多飞机票 你说一个工资没了 就是到了吃饭是我的 那你哪说都没有 反而我说的小气 因为我工资少 我现在四千块钱工资 我都不打分 你就来吧 由于在工资分 由于在工资分配这个问题上 二人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 对于张大哥提出的关于旅游 AA制的观点 你同意吗 就因为这件事 刘大姐说 张大哥小气有道理吗 欢迎 有道理吗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这脸上还没有纸 完了人家岁数还相当 完了说话还这么和解 还这么尊重咱们 你说人也不怕咱们少给她花钱 人干脆不怕 就是能闹在一起 我宝克跟她闹在一起 我最了解这个女人什么心情 多大岁是什么心情 多大岁是什么心情 我都能跟中走 我不是说吗 要跟我走一起 我敢跟她叫这号 你要是过上仨月 我让你走都 她都不想走 许多老来伴 活着不孤单 满腹心里话 越聊越喜欢 王大爷 今年67岁 年入七万元 平房五万元 三年幻间 大线 平房五间 这边这个墙是自个儿去的都是 都是自个儿干 这债钢尖面就开始给我讲讲讲了 是个人 这么的 这个蚕合就冬天没事的时候 整几趟 不用特别炸整 这个 这个集气是 打 打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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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帮米楼子吧 还有的啥 这不还有点帮米喂鸡的吗 那个还有个小小小小一 什么大帮麦皮 这个什么 这个帮麦露的也是 现在装柴露了是不是 这是帮麦棒的 几条就倒出来了 二十亩地呢 大哥这一件面 就开始给我教自己家 这个机器床柴啥的 那是啊 差不多得有点够局势 这什么事 怎么的 有点够局势 有点够局 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直雷雷满田间 直雷雷满田间 岁月匆匆如流水 转瞬已是花甲岁 红娘一进家门 利索又能干的王大爷 开始滔滔不绝 恨不得把家里的一砖 一瓦背后的故事 都讲给他听 大爷说了 咱最大的优点 就是蚂蚁的腿 请快 跟任何一家都不一样 为啥呢 他汇不了我这么多基数 我多少样基数 你看咱家鸡房 就是把鸡蛋捡了 这框都自个编的 鸡蛋大 现在吧 110多 那个到几天就出栏了 就是到洋里年 就卖笨鸡蛋 笨鸡 公鸡 15块钱一斤 一个都七八斤 最大都十斤 现在呢 比如说这100多只鸡 你除了卖鸡肉 我看了这还得 还得卖鸡蛋 还得卖鸡蛋是不是啊 鸡蛋呢 就得糗了 这些鸡蛋的这个钱 加上鸡的话 咱现在一年能收入多少 那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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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爷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养籍专业货 经验丰富 头脑灵光 专业养籍30年 从来没有赔过钱 大爷说了 除了在养籍方面不输别人 在其他方面照样出来拔罪 你看我这个防光镜 这是剪个破镜子 你看我怎么整 没一个能整了这样 这个往外掰多少都行 这个破镜子 后面整了个 铁片的 把自己凑上了 你要走哪儿 还是就往里掰 这就不碍事了 自己还能研究这玩意呢 自己 很简单 这个我也是资格打的 弃砖了 上墨墙 铺地板枣 往家子资格扑 就我一个人打 还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打 就是说 假说你要说坐个床 你说大概说出个样了 我就能把它坐上 就是啥 你想干啥 心里马上就出来个相片 男人不怕养家男 吃苦耐劳都等闲 不觉人到花假年 有之在胸心不归 别看大爷小学没毕业 可这脑瓜灵光的很 木匠 瓦匠 瓦匠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 平时除了养鸡重力 闲着的时候 大爷又琢磨出一个赚钱的路子 人不闲着还断着身体 进来前心情还好 但是成立人理解不了 他寡心是你挺困难挺穷你 其实比他都富 其实比他都富 就是这个豆包吧 是冬天 就是一个多月就可以千多斤 一千多斤 四块钱一斤 人家买我东西不讲价 得叫人看着像过日子似的 过日子似的 过日子似的 咱不能说一个人别倒下 得这样 得过最好的生活 现在我可就是吃 可就是花 也能是这样 靠着养鸡重力卖豆包 外加干点木匠瓦匠活 一年到头 王大爷收入打底七万块 虽然已是花甲之年 可大甲之年 可大爷说了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一生当中 我是非常吃酷 我不干没办法 他帮不了我 他身体不好 是相当不好 最开始就是啥 你皮肤选 牛皮选那个东西可花老钱了 在过去那时候 皮肤选完了又得高血压 完了又糖尿病 完了糖尿病完了 就是又副隔瓶 副隔完 出隔完期 爱着了 他一生种 没能劳动 反正最好的是给我生俩孩子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有孩子了 有孩子了 咱必须得尊重人家过日了 就这么低 没有爱的观看 生活百无聊赖 只有好的心态 才能保持愉快 如今老伴已经去世六年 大爷也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优点就是说 就是说 干啥我都拿得起放得下 就是明天说是上房顶 我顺房顶还敢走 顺墙还敢走 你看着我是这个罪数 但是心是 还是不是想老那个师傅 反正我挣钱不难 就说啊 就说啊 就是心里想啊 挣钱的准能挣来 真实地跟我走到最后 我就让你说了算 我留着个好 我拿着钱 在干活 在想着钱 多累的话 那你管着呗 别看站着地上 得吃好喝好 心情好 不再说是差事的 我以前我也想过 我说 如果跟我走不好 你走下一个 肯定更不行 肯定更不行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64岁 退休金每月2400人 有房子高的吗 谢谢大哥家 哎呀 来了好 挺好的 挺好的呀 见面就在那边 谢谢台主 就觉得挺好的 来我就去介绍一下 这是王长山 王大哥 这是高洪飞 高大姐 受端心 挺稳重的 特别 喜欢人 行 喜欢人 行 可以 一眼就像中了 就是 唯一的差点 这眼睛稍微有点 不仔细瞅 看不出来 这个吧 都不太重要 咱也不是年轻人 是年轻人 人好 心好 就行了 两人一见面 对彼此的感觉都不错 尤其是大爷 更是麻油拌小菜 愁你最喜爱 酒汉冯甘霖 真真喜欢你 还没等大妈进屋 大爷就开始迫不及待的表白了 大姐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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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那个 清醒车上 对 那江南方 江南 太好了 江南 来回住呗 不要心事说是八毛米进地 咱就是家 咱就是家里有人证明我不是单身 过个好日子晚年有个唠嗑 最大希望这样 不要说是那什么这事那事的奔布 不要动那脑袋 没有用 这啥我忙时候做口饭 能做熟就行 不要说是太精致了 那不忙的时候呢 不忙的时候我伺候你 我伺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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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这下府来了 大爷这也他会了 只要跟了我保证以后 跟了我保证以后的生活 像春天的微风 像夏日的小雨 像春天的微风 秋天的枫叶 像冬日的奶 永远住在你的心里 让你满心欢喜 大妈 赶紧表态吧 我真的觉得他挺好 挺本身 挺好的人 你看他这屋里 地面啥的熟悉 地面啥的熟悉的 地面啥的熟悉的 就是什么活 拿得起放得下吧 就是这个本事 反正就是没文化是缺点 没不退休金 这也是缺点 剩下应该是 别人办不到的事 我都能办 我先去这个吧 他一生都崩啊 他一生都崩啊 他有病 就是偏胖 完了全是我干 要我说你不要心疼说 是个能村的啊 不要想着这事儿 就是想着 两个人落磕 是不是和解 就是这样 孙叔大人嘛 就是这种孤独 我不是说早干活的 问世界什么最美丽 我说你不要心疼说 是个能村的啊 我问世界什么最美丽 老伴他就是个奇迹 自从见到大妈 大爷这心情 就像胸窝里栽牡丹 瞬间心欢怒放 还没等大妈开口 大爷更是主动上交财政大权 大妈又是什么态度呢 那是你管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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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是那什么呢 缺啥少啥 可我的花 你说 都花你的啊 都花我的 我不管 我不管 你的钱你自己管 不管我也是搁着柜里头 我也不存着 也不藏着 你就拿出多少 生活费勾着腊吃喝 被勾着腊吃喝就行 你都要求管钱 有个像财政大权 啥吧 我就这样了 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 夺盈的财政大权 我一个是管不好 另外一个是 我不愿意去索取更多的东西 不想拿下 他就拿出生活费 他就拿出生活费就行 俺俩固定多少钱 反正我要么这些钱够花了就行了 这也太和谐了吧 一般一道弹琴的阶段 不是讲价就是闹呗 瞧瞧人家王大爷更高的嘛 这是真心给自己的晚年找个陪伴啊 这俩人真是汉天逢甘霖 正合适 哎呦我天 他这脸上还没有褶儿 完了人家岁数还 完了说话还这么和解还这么尊重咱们 你说人也不怕咱们少给他花钱 人干脆不怕 就是能闹在一起 我宝客 我宝客 我宝客跟他闹在一起 我最了解这个女人什么心情 多大岁数什么心情 我都能跟踪走 我不说嘛 要跟我走一起 我敢跟他叫这号 你要是过上三月 我让你走都 他都不想走 他只要能看中咱们就行 其实我主要打互相平等 互相尊重 我是这个原则 我主要是看他这个性格挺好的 咱跟他在一起 不能憋屈 不能生气 说心情能好 感觉主要是要一个好心情 从个头啊 从体型上 这是最好最好的 你来我家 我就是拿你 我就是拿你蛋糕宝了 拿你蛋糕宝了 你们红娘费心了 恭喜大爷大妈相亲成功 祝福两位早日走进婚姻的殿堂 有个幸福的西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 我爸这个人嘛天生可能就是一种 并财 真的 我认为女人就应该漂亮 真的 就我跟你说实话 这女人她不漂亮 跟我租哥不租哥 我就怪到这种程度 长江之水天上来 相亲借礼出怪才 女人天生旧的美 媳妇美得像一滩水 今天来相亲的是这位张大哥 张洪亮 51岁 离异 月收入5000元 张大哥开了一家羊汤烧烤店 别看店面不大 还处在城市边缘 可张大哥说起他的店可是大话连篇 当时房东就租给我的时候 说那个孩子你姓我话 你慎重一点 我说我家就在古今住 我既然敢租他 我对我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结果现在房东对我是一种什么别的 都说你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张大哥开店感觉很有成绩 扣着定眼上房 还挺能抬去自己 我怀疑房东的夸奖似乎另有目的 不过做羊汤确实是大哥的拿手好戏 他做羊汤有自己的独家秘籍 做出的羊汤还真是香而不腻 耳定为虚眼见为实 我想尝尝味道 我这么闻出去就没有声音 好不好喝 大哥想当初年少轻狂 放弃了稳定工作出去闯了 去过大连养过车还干过餐饮 不料创业却屡造失败 头壮难强 年少轻狂 那时候赔十来万嘛 那时候钱限了十 没想到乌漏偏遭连姻雨 而到荒年饭量增 当年不光是事业上不顺利 他的婚姻上也同时发生了变故 我责任心不是那么重 对家庭不上心那时候 他提的什么 是离婚吗 是离婚吗 由于自己的不负责任 孩子三岁那年就离了婚 可离婚后张大哥并没有感受到寂寞 而是踏上下一组感情的列车 我那时候也是被追的 年龄比较小的 到二组 当时说实话 还真不是两者敢去催牛 就是离婚我就是跟他恋爱都不行 好家伙 大哥你是周润发还是刘德华 你这不是在吹牛那是在干啥 我好奇你的肺活量到底有多大 竟能把牛皮吹那么大 但大话说多了小 大话说多了小心被决 你的单身至今已说明了一切 那如今的张大哥想要找一个啥样的办呢 找一个正顶张八顶的过日子的 一心一意帮我竞争这个麻烦的 了解了张大哥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一位漂亮大姐 唐直凤 49岁 离异 月收入3000元 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是张红亮 对大哥 然后这是唐直凤 唐大姐 一见面大哥的脸就不太乐好 对大姐表现的也是不冷不热 突然他对着红娘一顿蒙 对着红娘一顿蒙丑 看样子心里是有话要说 这位唐大姐长相上诚 可偏偏大哥眉太相重 接着他表达了心中想法 心中想法 让红娘差点没惊掉下巴 我喜欢那种就是胖一点 说胖一点 就丰满那种你明白吗 假如你的体力很明星嘛 你比如像张紫怡 那我肯定就不喜欢 真的 我就不喜欢这种瘦的 拱力了 大哥喜欢丰满的女人 拱力在他眼里却成了瘦人 一般人理解不了他胖瘦的标准 总之他心中有自己的女神 这一代人 硬轻了 这都是我们喜欢的话 大哥的标准是业一轻 跟人家相比大姐 跟人家相比大姐着实不行 但别以为就你没相中啊 大姐看大哥也是啥啥都不行 人也没相中 爹也没相中 个不高啊 穿着打包 吐 吐 告别了唐大姐 红娘按大哥的要求 给她找到了一位身材丰满的潘大姐 潘红艳 49 49岁 离异 月收入2000元 潘大姐目前是一名国企的保洁 虽然工资不高 但却有五险一斤 由于自己的面容交好 所以年纪很小就把婆家找 我老家是长岭的 我妈家是农村 我们那块都那个习惯农村 就那风俗 十八九都结婚 大姐年纪轻轻就收起纯真 可命运却总是爱捉弄人 本想一心把日子过好 可丈夫偏偏却 可丈夫偏偏却不安分 我很傻呀 可长岭都知道我最后一个知道 吃喝挑赌 九号就玩捧了 潘大姐在二十八岁那年 就和前夫离了婚 离婚后她单身一个人带着女儿 开过饭店包过工程 吃尽了辛苦 如今女儿已结婚成家 结婚成家 她这才准备为自己考虑一下 人品好 有责任心 一心一过日吧 了解了潘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马上拍两人 马上拍两人见个面 张红亮 张大哥 潘红亮 潘大姐 你好 摸个手 大姐 刚一见面 张大哥表现的还挺 大哥表现的还挺热情 当得知潘大姐以前曾开过超市和饭店 她主动给潘大姐介绍起自己饭店的情况 潘大姐对张大哥的印象也不错 脸颜挺好 然后那这个环境呢 环境可以 饭店可以 饭店就这样吧 挺干净的挺好 张大哥的饭店做的是羊汤 烧柴生火那也是暴吐羊肠 羊肉和羊骨难免兴身并月 但潘大姐对此却并不介意 从身高到身材都很满意 开朗的性格也符合标准 本以为湘心以水到渠成 但张大哥一个淡事却扭转乾坤 这必定是个婚姻 这必定是个婚姻 这是以后牵着到日子的事 长相长相稍稍稍畅那一点点 听到这里 红娘有些急了 我先你 全是按照你的要求找到 长相身材性格善解人意 这个大姐什么都能做到 跟我不明白你差的是哪啊 没想到接下来张大哥却是语出惊人 我会跳的 我会跳的 潘大姐虽够不上沉鱼若燕 但也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厕所里跳高 张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可没想到接下来张大哥 又是一番虎狼之词 我爸这个人嘛天生可能就是一种病态 真的我认为女人就应该跳了 真的就我跟你说实话 这女人她不跳跟我做哥不做哥 我就怪到这种场地 天上的牛在飞 地上的人在吹 我劝大哥先别吹 有点启灰 就过去我那几个 真的个个都除了八岁 真的有人说 哎呀 量不上那行就一毛笋一样 我真不 我没法形容 我说张大哥 我说张大哥 你不会是得了妄想症了吧 吉尼斯欠你一个吹牛第一的奖牌 而面对张大哥的嫌弃 潘大姐也是有话要说 年轻漂亮小朋友 谁跟你吃热辛苦啊 就这个小盘店 谁给你知道热醉 听了我都动手 最听了我都动手了 那正好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老铁给我点个赞 摸摸摸摸的 谢谢大家